各位先进朋友 我是曾世强 我们现在一起在讨论的这门学问 叫做财神学 我们已经说过了 要修财神学这门学问 一定要把六大信念先把它坚定下来 换句话说 你要好好去了解六大信念 并且真正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 不是知道了就算了 而是要真正的把它做出来 表现在我们的生活 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面 我们现在想想看到底是哪六大信念 第一个自作自受 各位回想一下 我们讲得很清楚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会生病自作自受 会发财自作自受 会做大官自作自受 考试不及格自作自受 从楼上摔下来自作自受 一切一切你如果从自作自受的观点来看 你就知道要圣死不要冲动 想好的再说话 想好的再行动 而且圣死不一定上终 所以圣死之后还要步步为营 非常谨慎以求上终 第二个要饮水思源 饮水思源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忘本吗 因为我们说得很清楚 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四个字 仿忘归真 仿忘归真的意思 就是你要回到你原来的本源的地方 我们都是从绝对宇宙来 那是我们的本源 我们这辈子要把自己修回去 安全地回老家 所以不能忘本 所以很多人把拜天地 拜祖先当作是迷信 那是错误的 对中国人来讲 我们拜天地 拜祖先 就是不忘本的表示 向自己宣誓说 我不忘本 特别要再想清楚的 就是绝对宇宙是我们的本 而父母是我们的根 所以根本根本 它是有一点区隔的 我们当然要孝顺父母 但是我们不能不回想到 我们的本源 我们不忘本 我们要回老家 这样做人才不会迷失的方向 然后就是今天所要讲的 尽守本分 尽守本分的目的就是不忘动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谈顺天 尽神 尽神跟迷信没有关系 我们还要谈得本财末 然后还要继续研究合理态度 那么这两个都把它搞清楚以后 你真正把它做出来 那么你的信念就很坚定 那你就可以继续忘下 去学其他的东西 我们这一集 要把焦点放在 尽守本分 不忘动 我们已经谈过说 忘念是很可怕的 要把它慢慢消除掉 那忘动呢 忘动其实跟忘念 它是富裕因果的 你一动念 你很可能就会有动作出来 所以不忘动 是从行为方面做着眼点 然后不忘本 是从你根本的 不要忘记了本身的本源 去掉忘念 那就是观念上的一些清除工作 这些其实都是配合在一起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 人是怎么回事 人有他观人 这是很特殊的 一般动物没有什么他观人 只有人有 什么叫他观人 他观人就是我们有能力 可以观照外在的世界 当然了 你说内外其实很难分 你说大小也很难分 中文知道一切都是很难分的 只是很勉强来分 因为你要研究嘛 你必须要去分 人有内外 内就是我们内心世界 外就是外面 给我们环境 这种现象 它是变动不拘的 那外面的世界 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它 那我们跟内心世界 就没有办法互通 我们所看到的事物 对我们来讲 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 当作观察 当作认识的对象 一般人他只会认识 这是桌子 这是花 他只会认识这样子 可是比较再有学问一点 他就会知道 天上这个云 它是怎么造成的 雨是怎么下来的 河水是怎么流动的 里面有没有污染 这些都是经过研究 观察 分析 最后归纳出来 一种结果 那比这个能力 更强一点的 他就有天眼通 其实天眼通 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就是 别人看不到的 你可以看得到 那就叫天眼通 你看我们眼睛 所能看到 其实很有限 可是别人 没有看到了 你看到了 你就是比他 看得更多一点 那看多一点 我们就给他名词 叫做天眼通 有人会天耳通 就是说你所听到的 其实那个范围也是很小的 可是呢 你没有听到的 他听到了 你看有人坐火车 他会听到火车 外面有人讲话 你说奇怪不奇怪 你说我听不到 那听不到是你的事 他听到 那又伤到他事 他是不是骗人 他自己负责嘛 因为每个人都自作自受 那比较容易是什么 其实是他心通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大概十个八个 都已经有他心通 怎么没有 你看坐火计的 一天到我再猜什么 猜老板在想什么 刚开始猜不到啊 七猜八错老挨骂 后来一猜就到 一猜就到 老板的心思 你都可以猜到 那你不是他心通吗 所以不要把这些 讲得太神妙 我觉得神通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 谁不会 你会拿筷子吃饭吗 会 那就很神通了 你看世界上 有多少人 不会拿筷子吃饭 你看外国人 拿起筷子像样子吗 我们拿起筷子 大小都可以加得很灵光 就是神通 把一件事情 做得很神妙 就叫神通嘛 不能什么叫神通 不要犯一般人 那种迷信的态度 外国人 拿筷子 拿得不灵光 使用 加不起来 一弄到这里 就掉在地上 他就是没有神通 我们你不管 什么花生米 一加就起来 你什么最小的小 一加就起来 大的也拿 小的也拿 就是神通 把一件事情 做得很熟练 非常精巧 没有差错 不会有失败的 那就叫神通 一般的动物 他只能够看到 跟他本人有关的东西 跟他本人无关的 他完全没有看到 你看一只牛来讲 他会不会去看 鱼在河上游 他不会 因为鱼跟他没有关系 鱼跟他没关系 炒他会看到 因为炒他要吃 当然他知道 鱼他不吃 牛不吃鱼 鱼就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做傻瓜 说把一只牛 牵到河旁边 叫他去看 鱼在里面游 那是笑话 人会看到鱼在里面游 牛他是看不到的 动物 跟他有关的 跟他本人有关系的 他都看得到 跟他本人没有关系 他完全看不到 因为那是不存在 对他来讲是不存在的 人类之所以叫做 万物之灵 因为我们可以 观察到所有的东西 不管跟我有没有关系 我都看得到 我都了解 所以我们在动物里面 我们是最灵光的 因为我们几乎接近神 我们一直在讲说 人本来就是神 只是现在不是神 因为没有修好 修好就是神 人其实跟天一样的高明 不过在程度上 还有一些差别 所以要自觉 自觉就是自己要觉悟 要自修 就是自己要修造自己 要修持 然后力求精进 干嘛 就是早日要通灵 你通灵 你才能够回到绝对宇宙区 不然你老是在人间轮回 也说搞不好还变狗 我没有说狗不好 我没有说狗不好 我只说明这个现象而已 人有他观能 什么东西你看到了 你就知道他是存在 但是你不一定了解他 除非你再去研究 或者他就是一个东西 在哪里而已 人除了望外抗以外 还有个能力也很重要 人有至观能 至观能是什么 你会看到你内心世界 不过一般人 他他观能比较强 他至观能比较弱 人为什么要静坐 就是要看自己 如果静坐再去看别人 那你眼睛闭起来怎么看 眼睛一闭起来 看什么 看自己 看我的心 怎么动 人不但可以向外抗 而且还能够向内看 反显自己的内心生活 可惜 因为眼睛他是望外抗的 所以多数人只看到别人 他看不到自己 你看很多人 他对别人跟对自己 他是双重标准 看到别人总觉得很讨厌 看到自己总觉得很伟大 看到别人总觉得乱七八糟 看到自己总觉得我规规矩矩 你怎么做都是规规矩矩 人家怎么做都是乱七八糟 就是因为说 你看别人跟看自己 你是不同的标准 这点也请各位自己去了解看看 是不是大多数人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你只看到别人 你不会反省 就是你修持精进最大的障碍 只要自己去克服 人最要紧的就是要自己觉悟 所以我们常常讲 你要觉悟啊 你要觉悟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你要自己觉悟是什么 我常常看别人跟看自己不一样 我常常只看到别人 我很少去看自己 我常常有什么事情都怪别人 很少检讨自己 这是第一个要觉悟的 觉悟以后你就发现了很多事情 其实别人固然有错 我自己也有错 那就好了 那就比较有进步了 老是觉得别人错 我没有错 这个人不会进步 你开始觉得别人固然有错 那么我呢 多少一点错 你就开始有点觉悟 如果你能够说 他有没有错是他的事 我有没有错比较要紧 这个了不起了 这个人就开始自立 自立就是说 自己把自己调整好 自己把自己管好 人目的在哪里 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 不再改变别人 而在改变自己 你一天到晚挑剔别人的毛病 说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想尽办法一办改变 你是在做白工 因为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如果你从前才开始 别人有没有错误 他家的事 因为他自作自送 干我什么事 我比较要紧的是 我到底有什么错误 我怎么样把自己改正过来 怎么样调整过来 这就叫自修 自修就是自律 一个人不自觉 他不可能自律 一个人自觉以后 也不一定会自律 所以我们这是有步骤的 第一个先觉悟 个人搞个人 一人做事 一人当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开始 要修我自己 而不是老去修别人 我修得好 我就可以自己做决定 修得不好 我就要乖乖听别人 这样就对了 自觉 自律 自主 他是一步一步来的 可是很多人 他只想做主 你看中国人 从小他就自作主张的 多少人都是自作主张 你看老板最讨厌什么 就是讨厌 部署 善自作主 他最讨厌 你问我一下会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常常听到老板说 你问我一下会怎么样 你这么了不起 你就做决定 他气得要你 可见人应该自主 但是你没有条件自主的时候 你就要挨骂 我觉得你从这里 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一个自主的人 你看有时候你做决定 老板很高兴 有时候你做决定 老板很不高兴 就是这件事情 他对你有信任感 他知道你有能力 而且平常表现不错 你越自主 他又高兴 可这件事情呢 他很担心 他生怕你能力不够 生怕你判断错误 而你居然自作主张 没有问问他 他当然很生气 那我们现在把老板 当做什么 当做老天爷来看就好了 有的时候 你去工作 你很支持你 为什么 他对你有信心 有的时候 那你就要问问老天爷 你不问老天爷 你就算自做主 那万一做错怎么办 不只是万动 那就是动 万念只是想而已 万动 只有具体的行为出来 人有志观 最好能够看到自己的灵 那就通灵了 就开始通灵了 而不是老在身跟心上面打转 你看很多人只看到身体 哎呀 我这里又长了一个什么东西 哎呀 我手指子要长 哎呀 我头发没有整理好啊 你看一般人看镜子都在看这些东西 好像身体就是你 你就是身体 这个很抱歉啊 这个就叫做寻尸走肉 这是很难听的 每个一般人说 我就是身体 身体就是我 那就是寻尸走肉 身体不是我 我要看的不是身体 身体然后讲多半是给别人看的 拉拉衣服 这是对别人一种尊敬 把脸洗一洗 保持干净 这是对别人一种尊敬 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 心灵对我来讲比较重要 特别是灵 灵才是我 我要修我 就是要修自己的灵 把自己不灵光的地方 把它修得灵光一点 把自己不通透的地方 把它弄通透一点 把自己的灵力 把它引发出来 这才是我要做的事情 但是一般人不是 一般人因为他这个灵魂被囚禁起来 他以为不见了 所以只在看得见的部分 我要减肥啊 我这个地方要改造改造 去美容 拉皮 那搞切实东西 这个对一个人的灵光 是完全没有作用 反而你的注意力越在这里 你就越不灵光 那不是很凄惨吗 我们要提醒各位 一个人说守本分 守本分 什么叫谨守本分 这个本分是什么 本分就是缺脚 我们常常说这个人缺脚 这个人缺脚 好像不太好听 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听 你看这个图 人一生下来本来就缺脚 缺的脚不一样而已 我今天说坦白一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做了好几辈子的人 人他一次做可能好一些 再一次做可能好一些 但是不可能一次就修到圆满的地步 不可能 你修到圆满你就不必来做人 你就回归到绝对宇宙去了 除非你愿意做两栖神明 那没有话讲 否则你一学到很圆满 那你就回到你的本源 你会再来做人 就是因为你上辈子还没有做得很好 那我现在讲句不客气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学校里面的重修生 都是重修生 那重修生没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说你上一个学期 你有哪些科目修得不好 这些学期再修一下 再修一下 所以他每一个人 说重修的课程不一样 那么你每一个人 缺的脚就不相同 这个才是我们比较重要的 人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是从绝对宇宙向下堕落 堕落是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一出生了 我们就是缺脚的 我们都是不够圆满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圆满 这样各位已经很清楚了 你看我们很多事情都说 要做得圆满一点 什么事情要处理得圆满一点 就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都是不圆满的 如果我们都很圆满的 那你一天到晚求圆满干什么 我们彼此要尊重的原因 就是说你缺这个脚不错 我缺的还是一个脚 谁让我缺的脚跟你不一样 但是我们两个都是缺脚 所以谁也不要笑谁 因此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们不是做同样事情 你重修的是维希芬 他重修的是图学 他重修的是比较文学 他重修的是绘画画 那怎么搞在一起呢 所以各位才了解 为什么世界会有那么多种行业 会有那么多种不同的领域 就是因为他要修的都不一样 学校要开那么多课程 也就是因为要学的人 他需求不一样 这样各位就很清楚了 我们的本分 就是我自己所缺的这一部分 我这辈子只要把我这一缺做好 其他事情其实我不必学也可以 你学那么多干嘛 我们今天不是样样要学 样样要学 而没有一样学得好 没有一样学得好 那下辈子又来又样样学 那又来又累 所以人为什么越来又苦恼 又来又累 都是我们自己找来的麻烦 还是自作自受 你看有人啊 他这个扫地 他扫得很认真 扫得很有成就感 为什么 这种人最了不起 因为他所有修课都修完了 他通通修完了 他只差一个学分 就是扫地 人家多愉快 人家这辈子来 只要把地扫完 他就回去了 他比我们还高明的多 我们还笑他什么 所以表面看起来 我样样做 什么都做 好像我很能干 其实就是因为 我缺的学分太多 我这个要修 那个要修 样样也修 修到最后 那我到底修了没有 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常常用 世俗的眼观去看说 谁比较了不起 谁比较有贡献 其实都是错误的 都是错误的 我一再说 我们现在基本上 标准也错误 方向也错误 都是在置以为实 因此我们才会提出 一个建议 从现在开始 记住 人比人 他是气死人 没有比的必要 你比什么呢 你是你 他是他 那有什么好比的 那每一个人 他有不同的本分 每一个人只要各自完成 各自不同的任务 你就修好了 你笑他什么 我想这么一来 各位就可以知道 你老天家比 其实是自己找苦恼 而且没有意义 你什么好比 他为什么一天都完 站在这里 因为他站的功夫不好 他为什么一天都完 坐在这里 因为我坐的功夫不好 他为什么一天都完 就是躺的功夫不好 他这辈子站好了 他下辈子不要老站了 我这辈子坐过了 我下辈子不要老坐了 这个跟那个习惯 是不一样的 各位不要把他 分过一谈 这辈子样样做 那就表示 你重修科目太多了 所以很多人觉得 我很了不起啊 我样样会啊 当然我们也不反对说 全能 全能 如果你是上天带来的 你是先天就会的 那当然很好 你只是温习而已 那不叫做老路命 没有 我这辈子什么都要学 有这个必要 如果说你什么都不要学 什么都会 那我都佩服你 所以我常常跟 我的年轻的朋友讲 我说你如果学东西 学得那么辛苦 你就不要学 那就表示你不适合学这个 你不必要学这个 我学得很愉快 当然可以学 那个不是学 那个只是把我 以前有的 把它恢复起来 这就叫天才 不是什么叫天才 天才就是你先天就会了 你只是忘记了 那突然间 你把它恢复出来 这样叫天才 你愿意做画画的天才 还是画几十年 还画不出来 你愿意做买种人 要是我的话 我愿意说看看我就会画 那我才去画 如果搞半天我还不画 我不要画 我画到干什么 你这样就对了 现在人都在自讨口词 讲到这里 我们就很清楚的一个概念 只能工作无贵贱 工作有什么贵贱呢 我们世俗的人都说 你看我做这个工作 比较高贵 我是白领阶级 你看你们一天到晚 搞得汗流浃背 你穿的样子 不像一个很有地位的人 这是错误的管理 因为你修的是什么 修的就是穿西装 他修的呢 他就是真的轻硬购 那怎么说你比他就高贵 他还比较不需要动脑筋 他上辈子把所有动脑筋的事情 他都修过了 那男的工作他修过 他修那容易的 他修完他很轻松就回 绝对宇宙去 你应该羡慕他才对 怎么你还看不起他 每一个人这辈子 所缺的脚不一样 所要修的功课不一样 表示每一个人 你所要修的内容是不相同 所以你不要在不同的职场上 你做不同的工作 你去修自己 所以你有没有心修 这比较重要 而不是说做什么工作 你不要在意你做什么职业 你不要在意你做什么工作 你应该在意 你有没有用心在修 那就好了 工作没有贵贱 只看有没有心要修自己 听到这里 我相信各位都会觉得 大多数人都是迷失的方向 我在用金纸 把它雕成很精细的东西 我没有说这个不好 只是你在雕刻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修你自己 如果是的话 这工作就很有价值 如果你在修子的时候 我这个可以卖多少钱 我怎么弄别人才会喜欢 我这个动脑筋 哪里面的水 才能够 那你做这个工作干嘛 你是别人的奴才 人家只要花一点点钱 就可以叫你晚上睡不着觉 你这个人还有价值吗 你价值在哪里 对不对 那个出版商给你三百万 告诉你 你一年之类给我写三本书 我们觉得好荣耀啊 出版商看得起我啊 版税要先给我 其实出版商只花三百万 你就变成他奴隶 你是奴隶的还不知道 他认为自己很荣耀 这不是很可怜吗 所以很多人常常觉得 你看我接受多少定金 我赶快赶给他 在我听起来 我就觉得很可怜 我不要可以吧 不要我自己做 我爱做多少做多少 我不做就不做 是我做第一 为什么要做决定 为什么你要做决定 一个人如果不能做决定 那一个人活了干嘛 所以我们从修的角度看 工作没有贵贱 是什么 你震荡不震荡比较重要 各位听到你就知道 以前这些话都讲过 只是他把它当做教条 把它当做修养 没有人听得进去 都是说好听的 什么工作没有对报贵贱 你看我们很多人 从小就听到工作没有贵贱 但是他始终工作就有贵贱 就是因为他没有 从这个层次来谈 我相信我们这次讲完以后 大家完全不会有疑问 工作本来就没有贵贱 有什么贵贱 只看他震荡不震荡 因为震荡就在修我自己 不震荡不震荡就是浪费时间 做别人的楼地 最要紧的 我们要坚定服务的决心 要坚定服务的决心 每一个人都要服务他人 来修造自己 用自己的力量来为别人服务 那我现在问各位 为什么我们要服务 为什么 大家都是父母生的 干嘛我要逼别人第一劫 我来去服务别人 你不是太小看我了吗 各位再回想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服务 我们服务不是为别人 哪里只是为别人 我没有劝他呢 我干嘛给他服务 我们服务是为自己啊 各位还记得吧 我们是从绝对宇宙 这样掉掉掉掉到相对宇宙来 我们要修回去 修回去怎么修 就是我有一天会死啊 哪个人不会死 我有一天会死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我没有养成服务的习惯 那我死了以后就很懒 很懒就变成男鬼 男鬼就不可能变神了 不可能变神我就不可能回去了 所以人死了以后变鬼 鬼还要变神 然后神才能够回去 这是个过程 所以我活着就养成习惯 要服务 然后死了以后 我就不会做男鬼 我就会做一个很勤劳 想服务的鬼 那想服务的鬼 这让有神会赏赐我 他的能量 就拉我的能量 去结合起来 我就变成神的一部分 然后我这时候就通灵 通灵以后我想回去 我就回去 这是一条路 很顺的路 所以从现在开始 不要老觉得 哎呀 我比别人家差 我还要去跟人家服务 我觉得很多人就这个习惯 这个观念 害死自己 服务不是物以他服务 服务是我要养成服务的习惯 我将来才有机会 变神 然后回到老家去 但是服务的方向要正确 我最反对说 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 我最不喜欢听这种话 你太自私了嘛 为了你要服务 我就要让你服务 那我为什么要让你服务 可是我们在社会上 一定到晚天 拜托拜托 请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 那很可笑的话 我想喝咖啡 所以我煮了咖啡 煮了咖啡 我一看啊 太多了 怎么办呢 如果浪费掉 那我自作自受 报证天物 所以我就倒下来 个人一杯 你不吃也不行 请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 你说不行啊 我喝咖啡晚上睡就叫叫 不管 给我一次服务机会 那他整夜不能睡 请给我一个服务机会 喝杯咖啡 啊不行 我喝咖啡 胃会痛 没关系 胃会痛是大家是什么 你这个对啊 你这种做法是对 所以你才听懂 为什么儒家告诉我们说 己所不欲 勿施以人 从来没有说 己所欲要施以人 可是现在人都是 己所欲施以人 我喜欢喝咖啡 你也一定喜欢喝咖啡 我喝 你一定要陪我喝 那这算什么东西 现在人就是乱变 求心求变 己所不欲 勿施以人 把他改成 己所欲施以人 不到没有良心 而且会害自己 为什么 你自作自受 老师 这些被你害的人 他会放过你 怪不得人家一看 那个冤心寨主 排队排得越长 以前的冤心寨主 也计只有十个一百个 现在冤心寨主 你看排到后面 最后那个人都看不见 都自己找来的 一天到晚又想变花样 杂七杂八去改 又改错了 方向错了 当然错了 而且现在人很可怕 就是说老讲 快快快快快 你看大家都想到 什么最要紧 速度最要紧 真的吗 你看一切求快 求快求快 到最后 方向正确不正确 你就负略掉了 我现在 要万北走 结果呢 你上了高速公路 向南开 越开得快 你就越糟糕啊 越离开北越远 方向绝对比速度优先 你方向搞定了 方向搞对了 越快越好 这个我赞成 方向错误 你越快是越倒霉 所以应该先看好 正确的方向 然后才能够加快速度 这也是很多人 很迷糊的地方 一天到晚讲 这个时代 快快快快快 这种人将来死了以后 也是在19层第一 跑不掉了 因为他乱讲 方向对不对 是首份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不挽动的人 他就是不会轻易去改变方向 他不会轻易去改变方向 你方向对了 你轻易改变干嘛 换句话说 你要养成针对目标的习惯 你不是说我喜欢变就变 我喜欢掉头就掉头 那个不可以 你既然目标已经定了 人生目标什么 求得好死 那你时时刻刻就是朝这个目标之中 不能说管他的 以后再说 方向对不对 有时候自己不是很清楚 所以最好要有一位值得信赖的导师 好像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 就是有一个值得你信赖的导师 你常常请教他 以免发生填查 我自己的导师是谁 就是我的父亲 我以为大小事情都问问我父亲 我父亲绝对不会害我 他怎么害我 所以很多人说孝孙孝孙 好像是永远长不到 那永远长不到有什么不好 你在别人的眼睛里面 你长不大是羞耻 在自己父母眼中长不大 那是很愉快的事情 那有什么不好 别人可能害你 别人可能有些话不方便讲 别人有时候有别的企图 自己的父母总不会这样子 所以一个人 老觉得自己样样型 你有一天 你就会大意是荆州 你有一天 就会应勾力翻船 自作自受 你如果有一个值得看 你信赖的人 不管他是你的父母 还是你的兄长 还是你的亲戚 还是你的好朋友 还是你的同事都可以 你问问他 做个参考不会坏了 大家商量商量 这样你就比较紧称 你就会甚至善终 你就会做到 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且不会出差错 这才是很愉快的人生 不要再受那些影响 什么快快快快快 不要 我们稍微归纳一下 人为什么会自由 就是因为我们三种能力 刚才讲过两种 一种叫他观能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一切事情 一种叫自观能 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 一种叫抽象能 抽象能 就是你能够超越现实 有的人只看到 看得见的东西 有人会想到很抽象的东西 就想到抽象的东西 都比较高明 凡是说很具体的东西 我才相信的 你都要小心一点 你想办法去了解抽象的东西 就会提升你的思考能力 我们也谈到人 他缺脚 各有所缺 缺这样也是缺 缺那也缺 缺哪里都是缺 因此呢 我们修不同的脚 做不同的事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观念 那么至于说 首分不首分 那我是建议各位 用这两句话来做区分 你到底是随机应变呢 还是你在投机奇巧 如果你确定你是随机应变 你就是很首分 如果你觉得你好像有点 投机奇巧的味道 那就是不首分 所以首分不首分 其实也有标准 不是没有标准 首分不首分 不是变不变的问题 而是怎么变的问题 你看同样一种变 它有两种不同的动机 一种是随机应变 一种投机奇巧 你问你自己 这只有你自己知道 没有人知道 这东西就是很抽象的 所以人为什么 他官能 治官能 还要加上一个抽象人 你看什么叫随机应变 很抽象 什么叫投机奇巧 很抽象 而且这两个东西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你说他是随机应变 他就随机应变 你说他投机奇巧 他就投机奇巧 可是我们今天很明确的说出来 投机奇巧 他是很首分的应变 错了 他是不首分的乱变 这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讨厌 投机奇巧 就是因为他是 不正当的 只要不正当 就是不首分的 所以每一个人要记住 你的变 只能够随机应变 你绝对不要投机奇巧 很可惜 大部分人都认为 变就是投机奇巧 我们那什么叫变 那什么叫变 不变就是 规规矩矩 就是守规矩 一变一变就是 投机奇巧 错了 这种看法会害死很多人 那我们人要守分 神要不要守分 神也要守分 所以我们现在要说一说 财神也守分 如果财神不守分 那老天爷怎么敢把 财神这个名号给他呢 对不对 那应该到处都是财神才对 没有 为什么就这几个 就是他要经过筛选 要经过鉴定 经过上天的命令 他才可以有这个 扮演财神的角色 那既然当了财神 他就要守分 他有他的职责 他有他的规定 他必须要依法来办事 否则他会被开架掉 你看看胡玄这位新的财神 他当年是怎么被老板开架的 是怎么被老板开架的 他就是因为左宗棠的军队 到他的钱庄来借钱 所有人他都规规矩矩 不会应变 说不行就是不行 结果呢 不但出了人命 而且不能解决问题 胡玄它是随机应变 它是随机应变 他一看这个状况之下 你不给是不行的 因为这是很特殊的状况 这不是一般的状况 我觉得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把一般的状况 跟特殊的状况要有一个区分 一般的状况 我按照规定来处理 特殊的情况 那我就要随机应变 这个才叫做危机处理 不然什么叫危机处理 所以表面看起来 好像说胡玄 他被老板开架掉 是自作之受 实际上这种自作之受是好的 如果没有这种自作之受 他就不可能白手成家 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 可见胡玄这种处理 他是首分 他不是不首分 就是因为他理所当然 所以他被老板开架掉以后 看起来是一种危机 但是很快变成转机 我想我应该在说明 这个命运它是怎么在运转的 只要你行为正当 你可能吃很多苦头 但是最后他会化险为夷 他会把危机变成转机 只要你是不正当的 也许你目前得到很多好处 但是总有一天 你会尝到恶果 所以好不见得 结果就是好 而坏而不见得 长久就是坏 我相信各位 长期以来 你的经验是很丰富的 理所当然就是说 我是应该这样做 我这样做是合理的 我这样做是震荡的 所以我虽然被老板开架掉 但是不用 我一定有机会 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 可见首分不是死守规矩 而是随机应变 所以我们再说一遍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可以投机蹊跷 只可以随机应变 胡玄他很守分 他的分在哪里呢 分就是平良心 所以我们今天说 守分守分 其实就是平良心 每一个人只要平良心去评估 那你就知道了 这是守不守分 我们再仔细看看 胡玄的医生 你就知道 他从小就很守分 所以告诉他 他的母亲叫他 做个伙计 要对老板忠心耿耿 处理事情 要条条有理 学习技能 要认真 不可以 没有学会 就哪里乱出花样 所以胡玄当学徒的时候 他每天晚上念小凯 所以他自学得很漂亮 他每天晚上打算盘 所以他算盘打得非常的好 他看历史故事 干嘛 从当中学习人情世故 其实他一生会起来 就靠这三样东西 一个 专业技能很够 你刚打算盘 专业技能很够 第二个 他一手好字 给人家良好的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他人情世故 很熟练 各位去看 现在社会上很成功的人 大概也是三种 第一个 给人家很好的第一印象 第二个 你专业的技能 生活的条件 谋生的能力很强 第三个 人情世故 换句话说 很会做人 他就是从小规规矩矩 很手奋 当一个好的学徒 所以很快 两年而已 就被老板赏识 说你去当跑街好了 你学的差不多了 他当了跑街 也很手奋 规规矩矩 很得到老板的信任 也就是因为这样 他才敢拍胸板说 我承担 借钱给他 如果老板怪怪下来 我 没有想到 老板不卖他这个账 所以你根本就是越拳 你乱来 今天 左中堂的军队来 你就把钱库打开 让他拿钱 下一次太平军来怎么办 那你把整个钱都送给他 你这样做法可以吗 表面看起来好像手奋很吃亏 实际上你往后看你就知道 他很手奋 可是他老板反而是好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好 就要想到坏 看到坏就要想到好 就是因为他阴阳 他是随时在互动 随时在改变 我们的一生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阴阳的消长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就这个阴阳的消长 就够你忙一辈子 这才是人生奥妙之所在 我相信各位这么长久走过来 一定可以想得很清楚 体会得很深刻 我们祝福各位能够从现在开始 越来越首分 谢谢各位 请多指教